四美南朝會就出過一個監督 出過一個負責的弟兄叫做Polycar 可能有些人知道叫做Polycar Polycar 他就是一個八十幾歲的弟兄 他就被帶到鬥獸場去了 那個審判他的人就說 你只要說一句話 你說我不是基督徒就可以了 你只要說一句話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就可以去過你的好日子 你就可以去安養你的天年了 但是這個Polycar他說 我侍奉祖八十幾年 我的祖從來沒有虧待過 然後他就被丟在獅子面前 就在那裡為祖尋道 所以第二世紀的照會歷史 後來的照會歷史學家 就用一句話去描述他 就說尋道者的血啊 是照會的種子 那個時代有十幾次大逼迫 有的逼迫是騙起整個羅馬帝國的神 所有的神 有的時候是局部的地區 有的時候是抓領頭的人 有的時候是殺一般的信徒 就在那個逼迫的過程中 照會有衰落嗎 照會有減少嗎 哎呀丟子的 我告訴你 照會反而越來越多啊 基督徒越殺越多 到一個地步啊 到一個地步啊 就像這裡講的 到康斯坦丁大帝 接受國教為止 這個羅馬皇帝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基督徒越逼迫 他越反正 因為呢 基督徒裡面有一個神聖的生命 你讓他輕鬆一點還好 你越逼迫他 他裡面這個神聖的生命 就越反彈 所以呢我們要說啊 今天這個在台灣的社會啊 是一個很和平的社會 沒有人會逼迫我們 所以沒有人逼迫我們就很不清醒 我們的見證就不那麼容易剛強 但是呢如果呢 像在中國大陸 那個逼迫是很強烈的 那那個丟子呢 就像絕對的心願 是你無法想像的 有的弟兄為了愛主 為了侍奉主 被下放 被關到監牢 幾十年之久 下監的時候 太太還在懷孕 你出間的時候 想說已經是青少女 不認識父親 但是就是有這樣的弟兄 讓人看見 在他裡面有那個神聖的生命 所以呢這個啟示錄 主就告訴他 你看看第二章 對這個四美男少會說 他說我知道你的患難 感謝主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你為主受的苦 主都知道 主說 我知道你的患難 我知道你的貧窮 其實你是富足的 外面的富足算不了什麼 主知道 這個為主而活的 這些基督徒 是真正富足的 你將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看啊 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尖裡 叫你們受失戀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 你勿要致死忠信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觀點 弟兄姊妹你看看 這是不是描繪那個時代的招惠啊 聖經不是隨便寫的 聖經是有神聖的啟示在裡面 就是這個第二個四美男招惠 就是描繪從第二世紀到第四世紀的這個受苦的招惠 然後呢 再第三封書信 就是呢 諜加摩招惠的書信 我們來讀第四宗典 第三封書信 諜加摩的招惠 諜加摩的招惠 從康斯坦尼接納基督教 諜加摩這個字 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聯合結婚 舊的表號來說 它就是表征康斯坦尼在第四世紀 接納了招惠 或者接納了基督徒的教訓 作為他們的國教 因而是招惠百塊聯合了 這個康斯坦尼大帝之前的幾個皇帝 幾乎呢都是逼迫基督徒的 康斯坦尼皇帝之前的前一個皇帝 開始呢就開始接納基督徒 就開始頒布了一些的皇帝的這個照例 可以接納各種信仰 那到了康斯坦尼他就更簡單 他說他就接納基督教 所以呢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個基督徒呢就輕鬆了 就輕鬆了 以前呢身上都是帶著 這個受傷的痕跡 鞭形的、鬧形的 身上都是帶著痕跡的 躲躲藏藏的 因為呢 逼迫來他們就為了聖徒的緣故 他們要出代價 到處的奔波 那現在呢 基督教做國教 康斯坦尼頒布了很多的照例 第一個 第一個 就說呢 只要是侍奉主的人通通免稅 侍奉主的人都不用參加公共勞役 並且呢 侍奉主的人 他的薪水呢 從國家、國庫之印 真的是這樣 這個歷史上面的這些文件 給我們看見 一個又一個的照例 就讓基督徒呢 完全與世界聯合了 甚至我們都聽說過 這個康斯坦尼皇帝 他也舉行過很多的基督徒大會 很多基督徒的大會 像我們知道有一些 什麼奈希亞大會啦 整些奈希亞大會 就是他來用他皇帝的權力 把所有的各地的主教通通召聚起來 他開會 他來主持會議 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他說的算數 所以呢 訂了很多的信經 是呢 帶著康斯坦尼他自己的色彩 他自己的意見 來呢決定基督徒的教義 所以呢到這個時代 基督徒呢 很多呢都與世界聯合了 我們並不是說在那個時代沒有得勝的人 也有的人呢他是不跟從這個水流的 但是大體來說呢 他就是別加摩 他就是呢與世界聯合了 所以呢我讀給你們聽 說到在別加摩的招會 他說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 你持守我的名 當我忠信的見證人 安提帕 在你們中間被殺的那些日子 你也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 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持守巴蘭的教訓 簡單講巴蘭的教訓就是為著利益 為著錢財來傳養神的話的人 這個巴蘭是舊約的一個拜方先知 他是為了拿錢啊 為了拿錢去工作的 那這一些呢 與世界聯合的這些基督教的人士呢 他們就是領了國家的薪水 在那裡呢好像是做教會的工作 所以呢完全是與世界聯合 主就聽對他們說 他們呢是持守巴蘭的教訓 還有呢也有人持守尼格拉塔的教訓 所以呢 趙薇在那個時候 就慢慢就出現了更高的階層 出現了一些大的主教 出現了各種階級的制度 都是在這個時代發生的 這就是呢第幾世紀啦 這就是第四到第六世紀 到了第六世紀呢 這個發展就更嚴重了 我們來讀第五 第四封書信是寫給在推亞推拉的教會 好這個推拉推拉的意思就是 香的祭祀 或者呢不斷的祭祀 就的表號來說 在推亞推拉的教會就是 預表羅馬天主教 在第六世紀後期 在第六世紀後期 教皇制度建立所形成的 這個背道的藻會 我們知道這個羅馬天主教 他的正式的行程 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正式的行程呢 就是祖後五百九十年 那個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主教 叫做呢 這個羅馬帝國後來就分兩塊 是不是啊 一塊叫做東羅馬帝國 一塊就叫做西羅馬帝國 東羅馬帝國呢 他的首都 就在今天的這個土耳籍 這個伊斯坦堡 那個時候呢 叫做康斯坦兵堡 因為這個康斯坦兵大帝 他呢 登位之後 他就把這個國都東籤了 籤到這個康斯坦兵堡去了 西邊的呢 他就沒怎麼在管了 所以後來呢 西方這一塊 在祖後476年的時候 因為呢 北方滿足下來 西羅馬帝國就滅亡了 所以呢 這麼大一塊地方呢 都沒有一個原始